外资大买台股 然后呢 他们跑得也很快呀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兼花银花信投股 谢文恩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昨天苹果跟高通的财报 是表现不太好 台股今天却是相对抗跌的 这是不是代表短信上 还是可以偏多操作 好的 那么其实呢 如果说大家每天又锁定 我们盘中的连线节目 在农历封关的之前 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每天主力心态都是个标 标准多 结果果不其然呢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新春开红盘一路涨到昨天 可是现在有一些什么怪现象 那问题为什么呢 我先还是就整个极短线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预测 就像我举个例子千涵 我在农历封关的时候 当然有跟很多亲戚朋友吃饭 那结果呢 大部分的亲戚朋友 手中一定有2330的台积电 那么每一个人都买在600多块钱以上 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买 他说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分析师 我们讲出来 他说台积电会上看到1000块钱 可是我请问各位 在688块钱上看1000块钱 他的原因跟理由完全都没有消失 是对的 可是事实上台积电就得到300多块钱 所以说新的一年 我是先给大家新的期许 做任何的事情 你要摸着石头过河 开始慢慢讲 那么今天你可能认为台北股市出现往下下杀 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苹果 还有高通财报之外 他就未来的展望 我讲坦白也不是好到哪里去了 可是问题这一件事情 你当然可以等到今天才知道 可是我记得在昨天12点03分 我的非凡连线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 我说主力心态他是有多转空 当时台子期货的报价还在15581点 结果到今天有没有摔下来 那问题为今天开低 他可以选择开低走高 可是很抱歉 今天的主力心态 他还是个标标准空 简而言之 从昨天的日盘到夜盘 夜盘就是往上急拉 又急杀 到夜盘到今天早上的开盘 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一个标准的空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的投标 我已经跟大家预告 我说主力心态 连续两天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 那重点来了 那么这一个空 我到底应该把它定义 它是个标准的主力作手 获利调节 还是主力作手反手放空 这差很多 这差很多 如果反手放空 我不能涨1000多点 反向点1000多点吗 那重点就在于 我一再跟大家报告 我说主力作手的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除了主力心态之外 麻烦这一张图卡帮我一定要截图 那简而言之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 它的多方向价都在15469点 还有15355点 什么样的概念 我慢慢讲 为什么会有两个 对 天涵超厉害的 问出其中的答案 好 我请问各位 其实不管做股票 不管做指数期货 我还是认为 你今天可以做最好的预期 我今天去买股票 明天就跳往长期 反正我买的股票 一定跳往长期 反正我放空期货 期货一定每天大地震大跌停 你可以这样拆 而就我的夜水角度 我说我只看多空的夜水防守价 那么我请问各位 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 可能现在还有人在问说 小时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18000点跌到 12000点跌三的板台 你可以盯杀空头 可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SOP 我的位阶是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那叫做多头 就是你们过去所学的 多头格局我只看支撑 好回答千涵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两道支撑 我请问各位 我难道我不能礼拜盘中 咻 可以快速击撒 可以啊 可以啊 可是你要听清楚 礼拜一快速往下急撒 来到15355点的话 你千万不要砍在阿大一股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 第二个逻辑来咯 15469点什么意思 可是问题呢 好我现在做预测咯 我们现在才礼拜五的11点 我们做到礼拜预测 我撒到3555之后 我开始拉 可是问题 如果你收不上469 对 那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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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 等于说你可以来到3555 随便你到300随便来到100也没关系 可是你收盘一定要收大于469 如果收不上469的话 我会把我手中的部位大幅度的坦差 我这样讲的很慢吧 这是波段操作的叶水精髓 那你说目前股票到底要选什么 那很简单 去中化的叶水相关概念股 就像最近有很多小师 你仔细看那个位阶 为什么连电会比台积电来的强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 我请问各位 中国大陆我们当然不管中芯半导体 因为中芯半导体它是没有办法去威胁到台积电 可是现在在整个美国去中化的情况之下 我请问大家 如果说你是一个国际厂商 你要车用晶片 车用晶片只需要用中芯 跟联电 利基电这些股票 它不需要用台积电 台积电是for AI的 那我可能下单给中芯吗 不太可能吧 到时候下单玩手是没有错 中芯的报价应该比联电至少少1.3以上 而且性能差不多 它的良益差不多 那可是问题 那未来会不会出现既定的状况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联电的部分的话出现极单 三大法人几乎每天都是站在一个所谓买邦 那另外一档则是联电的子公司 就是3035的资源IPC制裁 那你也看到现在AI的夜随部分 发光发热343的创意 它的股价在创新高 同样3035的资源 它是有机会走一个飙飙准准的搭空 所以说在去中化的部分 我认为联电集团你可以特别留意 那至于说大家所最好奇的 就是来自电动车的夜随部分 那电动车的话 我也很好奇 单纯就49419的新唐 它是做车用的NCU 那我请问各位 就好像我们单纯想一下整流二极体 台湾有多少家整流二极体 我随便举 包括5425台半 包括3675德威 825的蓬城 就已经找到三家了 可是如果你看车用 我想车用NCU 而且是要在比重高达三成的 就只有4919新唐 华邦电集团 所以说我认为 电动车的夜随部分 我们还是要去选 那一些具备领头羊的夜随角度 不管包括2327的国具 甚至包括4919新唐 尤其你看一下国具 500多块钱的股价 它是非常高贵的 一般投资朋友可能不会去买 那你可以发现 它的股价也横盘高达将近 有七八个交易日 那横盘之后 只要5日移动平均线 没有形成跌破之前 我认为在整个垂直整合效应 发展的逻辑之下 国具新唐 甚至包括国具集团的627的同行店 你们都可以特别留意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就要赶快加入老师的 LINE和TEGREN哦 财经急准室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都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